而且你也不用就是在那邊背那麼重的東西啊 如果你又沒男朋友的話 你自己拿那個不是很可憐嗎 大家好 我們是BobbiLo 我是Nik 我是Katheryn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MK的Wanda酒神包系列 那大家看到他這個外型的話 有沒有聯想到某一款包呢 是Kuchy那一款嗎 對 就是Kuchy Dinosus的酒神包 因為他這邊的外型啊 其實我覺得他的曲線都做得跟他蠻雷同的 對不對 好像蠻像的 對啊 因為他的那個也是顯改式的 那我覺得他這一款呢 就是屬於比較平價款的酒神包 那為什麼會叫酒神包呢 因為他的名稱是Dinosus Dinosus的意思呢 就是希臘故事中 葡萄酒神 是吧 那我這邊跟大家講一下他外觀的部分 就是他的皮質的部分 他的畫是牛皮的皮質 然後這是防耐瓜的 對 那我覺得他這次的設計是比較不一樣的 他別有以往以前那種MK是大logo的 對啊 以前都是 他這次是做這種小logo 然後這種金黃扣 而且我覺得他很特別的一點是 他這次是做什麼 那種類似 大家有看到皮帶吧 皮帶的話外面不是會有這種皮帶扣式的感覺嗎 我覺得他這次的設計就蠻特別的 是用這種皮帶扣 對啊 他之前都是用那種 一個大logo 對 一個大logo 很大很大 換人家不知道你背 你可以一樣 你好像有在外拍對不對 對 對 平常有在接一點外拍 那你平常出去的話是背哪種包包 大包小包還是哪一種包包 通常現在都還是背小包 因為我覺得大包是真的很麻煩 你平常你還要塞很多東西 然後又要提的很重 很重 然後又很大 對啊 而且 台灣女生普遍的感覺身高好像都沒有 就是小支女比較高啦 小支女比較多 就是矮的部分比較多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東西其實就是補妝啊 然後還有手機 錢包 鑰匙 差不多就這樣子 就不會再多了 我覺得其他多餘的東西就是累贅 因為你平常說你有外拍嘛 你就是背小包 那我們今天介紹這款包包的話 你覺得他搭衣服的部分會好搭嗎 我覺得他很好搭啊 你看他這種就是 他是做霧感的皮革面 那你如果平常比較不喜歡 就是太高調的女生啊 走那種比較低調感的 我覺得你就是很適合這種包包 就是低調的奢華感那種感覺 對 低調的奢華感 而且他也是一個小牌子 對吧 也是 然後說他是小包也不為過 他的內容量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他東西也是真的可以裝的蠻多的 我這個給你好了 你那個裡面還有點東西 那給大家看一下他的容量 的部分 其實他容量也不大也不小 因為他是小包 支水膠小包那就是一定有他的精緻感嘛 他裡面的話是有三個卡層的 一二三 然後這邊的話呢 他是可以放中短夾 長短的話就比較不建議 因為他是必須要朝一個角度才會放短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小巧思 就是這邊有一個加層 那後面的部分也是有的 那是不是就真的很方便呢 如果你平常像我一樣呢 不帶現金只帶信用卡 其實信用卡很方便 手機現在很方便 真的 按兩下就可以LiPay了 對接口LiPay直接附一附的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適合你 而且你也不用就是 在那邊背那麼重的東西啊 我們剛這樣子拿的話 他是不是真的包身還蠻輕的 對啊他真的很輕 那你平常你大概這樣多高啊 因為有些人可能就像你剛剛講的 我們亞洲女生的話 就是可能偏偏的腳小的部分 那這個背帶背起來會不會太長 他背帶正常長度的話 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背起來的話 他大概是在我的屁股旁邊這裡 那你大概幾公分 不大160 抱歉 可是接近囉 我四十個路就是160 所以是155以上到160之間 我就跟你說接近160 OK 那他大概長度是在這裡 那我們今天教大家一個 比較特別的背法 這邊先打開 打一個叉叉 然後刮進去 他是不是就變第二種背法 就是肩背式 這樣也蠻好看的 對啊 你看如果你比較想要走那種女人味的 是不是這樣搭也是很OK的 而且又是不是嫌推比較長 對 就不會那麼浪浪那麼長的感覺 對啊 啊你如果想叫你男朋友幫你背 來 直接 其實好像也不到不好看 對啊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男生背這種 對 因為我覺得太有女人味的包包 或者是 這個蠻中性的 對啊 他比較偏中性 比較不會那麼複雜 對啊還不錯 就是男生我覺得 我們女生好像也在考慮一下男生的感受 是不是不應該讓他們背那種就是 太花裡花俏 根本就不適合他們的包包 就背起來比較不會說有為何改 那我們是不是現在已經11月中了 現在下個月就12月了 就是聖誕節 對不對 聖誕節送這個的話應該還不錯吧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提升你自己的格調對吧 嗯 不然現在人家要送什麼 之前前幾年的時候 我們有舉辦聖誕節交換禮物 我們都是送什麼 送圍巾 毛帽 手套 還有什麼 這個是勉強可以接受 我還收過什麼 泡麵 衛生紙 衛生棉 牙籤 我們就聖誕節送這個包包 我們剛有統整過嘛 這個包包的話就是 輕便 然後牛皮 防耐瓜 對 然後內容量的部分其實也是足夠的 對啊 對 它的唯一小缺點就是 其實它是 就是長甲比較放不下去 對 重點是我們前面剛剛是有講到說 它是類似KUJI那個 九層包的部分 對 我記得那個KUJI的價位 其實好像也不知道太 前面的價格 對不對 對啊 有點小心痛 對對 那我們其實這款包包的話 你買一個KUJI的九層包 你可以買這個包包 買好幾款 大概五到十個 而且我們好像不只這個兩個顏色 我們看到我們後面嗎 它有兩個顏色 焦糖 黑色 跟黑色 OK吧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CP值算還蠻高的 如果是保守顏色的話呢 那當然是建議是黑色囉 那我覺得墨綠色的話呢 也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墨綠色的話 我覺得它是比較偏向一種 有個性的女生吧 而且它這個顏色真的蠻特別 而且它這個顏色真的蠻特別 好像沒有什麼包包有出這種墨綠色的 對啊 這就是現在最流行的那種牛油果綠 好像還不錯耶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米白色囉 它也不是一般的那種死白 會很容易就是讓它變黑啊 就是真的很白 就是很死白那種 就死白白的那種感覺 對我覺得米白是很好駕馭的一個顏色 它就是跟黑色差不多 你如果比較保守一點的話 就推這兩個顏色 黑白是完全比較不會 就是安全色 對對對就是安全色 就是安全色對不對 對就是蠻推的 那最後一個焦糖的部分呢 焦糖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適合那種皮膚比較 小麥色的女生啊 可以駕馭 我以為她講優黑 沒有 就是小麥色的女生可以駕馭的 顏色 我覺得還不錯 對啊 那我們的話就是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就結束囉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下我們介紹其他包包 然後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的話也會持續搜索CP值高的包款介紹給你們喔 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呢 歡迎幫我們追蹤我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的IG帳號在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知道那個昆凌不是最近開始帶起那個蜂巢 可是 我覺得 昆凌我其實不知道 我只知道昆凌在賣賢金 傻眼 他現在拍很多電影好嗎 而且人家超整 他拿出一個東西馬上就火紅 爆紅 對啊 那我們就是讓你成為下一個困念 拿出什麼東西出來就什麼爆紅 好像沒辦法 OK 謝謝